苹果最新iPhone在秋季发表会前抢先曝光 科技媒体爆料 今年iPhone 16、iPhone 16 Plus共有五种新颜色 其中新增粉红、蓝色和绿色 高阶版的Pro可能会有全新的玫瑰色 设计也大不同 苹果近期释出iOS18 Beta版本 界面全新翻修 整合Apple Intelligence 外媒报道 苹果有益效法OpenAI及微软 采用付费订阅模式提供AI功能 月费可能达20美元 有助带动换机潮 业界估计iPhone 16系列新机初期备货量 渴望年增一成达9000到9500万只 在苹果新机备货需求挹注下 鸿海7月营收月增16.6% 免增21.9% 大力光7月合并营收54.35亿元 较上个月营收成长34% 年成长55% 明显看到拉货动能 据了解四款iPhone 16型号 已将搭载采用台积电N31制程的 A18系列晶片 秋季发表会也将有多项惊喜 搭载M4晶片的测试袋Mac mini 尺寸缩较到只有Apple TV的大小 就为苹果有史以来最小的桌上型电脑 还有Apple Watch X 以及全新AirPod皆将亮相 新谈的亚带电视直见离什么同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 contained in the video 请不吝点赞订阅